中文字幕 李宗盛 練這些真紙有個笑話 大約三十多年前我在工場工作 他是開來上舖的 兩個西人上來看我們 我說Hello 過來 我就做這個真紙給他看 他看到之後 Oh my God 快點快點做多兩套 我不懂英文 他跟他講 他參加圖像同車那麼快 他說大開眼界 我爸爸當時迫我去縫針 我發現原來是很受用 到現在都受用 我一分鐘內可以縫140針出來 現在是沒有人可以做到的 我們那一半的大部分都沒有做到 好在我運氣好 身體還好 還沒手震 還可以做到這個節目出來 我十四歲學師 十七歲就出來做師傅 做到現在 我現在七十二歲 小孩子當時 有七個兄弟姐妹 我是最大的 你知道以前是很艱難的 我讀不讀書 我爸爸說 臭小孩子出來學師 他做採訪 我做西裝 他說你跟我 我就跟他 就是這樣情 所以很辛苦 我坐在那裡 不斷用針 不斷刺 刺兩個月 在那裡 那時候 整天在店裡看到西裝 很漂亮 我們拿來穿一下 為何這麼漂亮 又舒服又漂亮 那時候已經入腦了 最好學到這些西裝 學到裡面構造的 這樣構造的 學到就很棒了 然後這件西裝是意大利 即是放下的 我沒理由拆了它來看 後來有個機會 都扔了十幾年 我這行開始有點沒落 那時候我在培龍龍那裡做 他沒有什麼做 我看報紙看到 私運請人 但那時候 二十六七年前 那時候已經賺了 萬多元個月 但私運都是出多少人工 出七千多元人工 我說那怎麼辦 我想想想 都是不好了 都是跳出去 想學那些意大利 你去改東西 當然要拆了一件西裝出來 你裡面怎麼構造 我便很想進步 很想研究這些技術 最後我都去做 公司有一些客戴在那裡 不滿意 但是師傅說不懂 我現在說改了 改了 拆開來 跟它重新再縫好它 那我拆開來 就看到裡面的構造 你沒理由去買一件平牌 生回來拆了它 對不對 他在這裡學了很多東西 原來這樣做 以前做的是錯了 為何以前做的西裝出來 有些地方是 為何不能平伏的 原來他做出來就很平伏 原來就是這些為止 然後拆開來 就鋪好 就知道怎樣才 所以我現在學了很多東西 都是跟那個意大利的cutting 他們不肯學 沒有人肯學 這個問題差不多十年了 香港那裡 老實說 就算在這裡做 都不贏 外面很多都是拿去做 但是我們的西裝 全部都是我 一手一腳去處理好的 這樣才是香港製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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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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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做 抏負